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每一次都在我们进入系统时特地消除记忆 所以 你们俩是真人 不是系统里的NPC 哇 这可是这么多次轮回里 你说过的最实力的话了 过去的每一次经历中 赫利亚和克拉利都在以数据的形式陪伴我吗 嗯 就是他们两个在火星上发现了你 在触碰终端后 不知为何跟随着你一起登入了这个系统 爱因斯坦博士和克莱因在研究后决定保持现状 看能不能在探索中为你提供帮助 要是他没有每次特地消除我们的记忆 事情可能进展得更快些 因为熊梦哲也不记得我们 不这样做会很不公平 BTA不也说了吗 熊梦哲才是轮回系统运作的核心 给他输入多余的信息 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错误 嘿 你还真信那个女人说的话 她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指不定又在骗我们帮她做事 至少她从行动上一直在帮我们 而且这次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是啊 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 熊梦哲也醒了过来 这些进展都真实存在 而且 你们为解决隐灾所付出的努力 因此而缔结的友谊也是真实的 不是吗 跟熊梦哲一次次的任务经历 也让我们在那里成为了朋友 熊梦哲 我们还能用朋友称呼你吗 当然 克拉利 你 我 还有西娜和松阙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 就算他们只是那个系统中的存在 但对我来说 那份心情和感受 都是真真切切的 怎么了吗 可能是我听错了 不过 我还是想确认一下 西娜是谁 我们的确跟松阙 还有其他几位树身里一次次任务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叫西娜的人 西娜 西娜迪亚 你们怎么会不记得 他有火红色的头发 亮晶晶的蓝色眼睛 爱吃爱笑爱凑热闹 最擅长玩溜溜球 他与我们共同经历了狼秋的一切 我们打败了多尼戈尔 唤醒了树 最后和松阙一起战胜了影中意志 你们不记得了吗 哦 难道星之环还有这种用法 你想多了 蠢蠢巧合 什么嘛 你这理科生一点都不浪漫 徐孟哲 你没事吧 抱歉 无论是哪一次冒险 我都不记得有名叫西娜迪亚的人 就算他可能是其中的一段数据 但同在系统中的我们三个却能记得彼此 而只有你见过他 从代码设计上来说 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我可以保证 西娜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所有轮回的冒险 这一点不会出错 我们相信你 薛梦哲 只是 这件事多少有些异常 的确很奇怪 我也不记得记录里有提到过这个名字 对了 学院长那里有记录备份 要不要去问问看 学院长 嗯 天命主教德丽莎 也是我们读书时的学院长 就是他负责整理那些记录 提供新猜想给克莱因分析验证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 不用担心 薛梦哲 大家都是你的同伴 你可以相信大家 我明白 谢谢 只要我和克拉丽能做到 就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 因为我们是朋友 对吧 克拉丽 同上 同上 走吧 薛梦哲 我们去找学院长调取历史记录 我不可以 BT 就知道